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计划迟迟没有启动 也希望有天可以实现 今天的影片受到伊莱克斯的邀请 想来跟大家分享 身为中度高敏感族群的我 怎么在居家生活中 创造了让自己比较舒适的环境 上一支影片也说过 以我的高敏感情况来说 大部分都是以感官能力相关的 像是光线 声音 气味 温度 还有听觉跟触觉 都会比身边的人来得更容易感知到 所以首先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与这些感官能力相关的 我目前的状况是在家工作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家的 因此身为高敏感族群的我 居家环境的舒适度 对我来说就很重要 首先说每天吃喝的部分 之前曾经在伦敦念书与上海工作 相较于台北的水质 这两个城市的水质都偏硬 我发现在每天的饮食中 水质与水的味道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所以过滤水加上煮开两个步骤 对我自己来说还蛮必要的 尤其在硬水的环境中 如果没有经过这两个步骤 我会很明显地感觉到水的质地与气味 喝起来会觉得蛮难入口的 所以为了确保水池的口感与口味 通常是我搬到新住处 第一个想要处理的事 再来就是食材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是白天的饮食 我不太喜欢加入太多调味料 或是吃味道太重的食物 虽然重口的食物很好吃 但如果是要工作的时候 调味过重的食物或是太多淀粉 都会让我的身体感觉特别疲累 头脑也容易昏沉沉的 可能因为身为高敏感族群 这样的感受也特别明显 再来是吃饭的行程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现在一天主要吃两餐 过中午后会吃一颗蛋 搭配果汁或沙拉 时间不够的时候 就会利用方便的香蕉替代 这样的早餐也许听起来很单调 不过也因为没有太多调味 所以口味固定让我吃起来很安心 虽然很喜欢吃丰盛的早午餐 不过我大部分只会在周末的时候吃 一天中想吃的东西 我也都会等到工作完 再慢慢煮个自己喜欢吃的晚餐 一方面有种犒赏自己的感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 能让我在白天时保持好精神 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高敏感族群 多花点时间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节奏 还有适合的种类 会让生活中少了蛮多因为敏感而引起的不适 再来就是气味与声音 我其实不算是容易过敏的体质 换季的季节 就算是之前住在不同城市的时候 也不太会像身边人一样 因为花粉或是温度转换 而身体上有激烈的过敏反应 不过这样的体质 却没有减少我对空气品质的敏感程度 不管是换季或是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时候 我会因为可以一直隐约闻到一些异味 或是浑浊的质地 让我没有办法忽视这些感受 所以家里一直有常备空气清净机的需求 空气清净机的选择对我来说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有感提升空气清净度 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废话 但其实在试过三四台不同品牌的空气清净机后 我其实是蛮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空气品质的差异的 再来一个选择的重点 就是机器运转的声音 这次体验的伊赖克斯 Pure A9.2高效能抗菌空气清净机 这台与前代比起来CADR值更升级 也就是整体清净速度更高效 因为我家客厅跟厨房是开放式的 所以选择空气清净机时 除了适用的频数 换气的效率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而伊赖克斯 Pure A9.2在加强效能的前提下 最低运转音量维持只有16分贝 对于声音敏感的我来说就很适用 自带九段风速设定 也可以很好地取得清净效果与音量的平衡 因为家里有养猫 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会定期开启空气清净机 这样的习惯让我不用烦恼空气中意味带来的干扰 维持清新的空气气味 而低运转的音量就算在家工作 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注意力 再来就是它的造型简约好看 有三款莫兰迪配色的选项 搭配布置拼接机身 减去了家电产品冰冷的感觉 像这台奶茶中的颜色搭配皮革把手 不管是放在客厅、工作室或是卧室 都可以很好地融入居家风格 我自己最喜欢的细节 是它的电线与机身是同色的 很多全白或是特殊色的家电 外观看起来都很美 后面却挂了一条黑色的电线或变压器 摆在家中会觉得电线特别碍眼 所以这个细节我很喜欢 这台Pure A9.2搭配了HEPA13级五重过滤系统 能有效驱除奈米级病毒 与99.99%的常见细菌 而除了清净机标配的HEPA13级抗菌滤网外 也有另外两款滤网提供选购 包括对于空气异味驱除效果更好的Fresh360活性碳 静位抗菌滤网 以及针对抗菌抗病毒需求特别设计的Care360抗疫抗菌滤网 可以按照想要加强的重点选择 最后一个是老公喜欢的功能 就是伊莱克斯搭配的专属APP可以远端操控 出门在外也可以观看家中的空气品质 或是在回家路上先开启清净功能 回家开门就有好空气 这种高科技类型的功能总是会让他很喜欢 也一直说有天要把家里改成全智能的家电行事 有时候觉得很有趣 明明是住在同一个空间 但是两个人在意的点跟习惯 常常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呢 居家环境对我来说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创造自己的安全圈 也就是只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个部分比起感官的敏感 更属于身为高敏感族需要传口气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在家的时间长度不同 家里的空间也不一样 现在因为在家工作 所以我有一整个自己的工作室 对我来说这个空间就是我的安全圈 如果没有一整个房间 就算是一张桌子 或是一把单人影 只要能在家里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角落 并且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在这个地方独处 就算不是完全隔离的空间 但是知道这个地方是专属于自己的时候 对我来说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我喜欢在这个角落放一些让我安心的物品 像是喜欢的香氛蜡烛 或是精油类型的产品 甚至是插一瓶小花 都会让这个角落的专属感上升 最后一个是我的睡前准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难入睡的经验 我自己平均大约需要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会入睡 如果有光线或是不舒服的环境干扰 以前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都没办法睡着 所以目前的入睡行程对我来说已经进步蛮多的了 除了晚上睡觉的环境外 对我来说蛮有感的是晚上的低光氛围 本来只是因为长期在家工作 希望晚上能转换不一样的气氛 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吃完晚餐后就不会再开顶光灯 利用间接照明的方式 像是小桌灯或是其他区块的间接照明 甚至是点蜡烛 让家里晚上的氛围比较放松 我发现这个形式对我来说 除了可以在晚上让我很好的放松心情外 身体时钟好像也会随着晚餐后的光线强弱 自动调整到准备进入睡眠的状态 这个方式蛮推荐不好入睡的人尝试看看 也许会跟我一样有意外的收获哦 再来是睡眠环境 目前我着重的部分主要是睡眠相关的织品 对我来说织品最重要的是透气与舒适度 这时候天然的材质对我来说就比较重要 台北的天气闷热加上湿度也比较高 所以睡衣与寝聚的透气程度 就会很大的影响我的睡眠品质 现在我会选择的寝聚与睡衣 基本上都是以透气的天然材质为主 纯棉或是丝职的材质 对我来说穿起来舒适度最高 有了晚间提早进入低光环境的准备 提醒自己的生理时钟 调整成即将入眠模式 加上舒适的睡眠环境 除了可以让我提前入眠时间外 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安稳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想跟大家分享 身为高敏感族群的我 在家比较注意的一些细节 也因为营造了让自己舒适的环境 减少了蛮多生活中的焦虑感 也因为老公完全不属于高敏感族群 所以中间有蛮多时候需要经过沟通 让他了解这些事物对我的影响 以及我为什么需要这些改变 你们生活中的舒适圈是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高敏感特质 是不知道该怎么跟身边的人沟通的呢? 如果你愿意 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